一鸣二运三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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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清明节的时候穿成这样 自然也是对祖先的一种不敬 所以之后自己不仅无法得到祖先的保佑 甚至还有可能会倒大霉 例如可能短期内出现财务方面的危机 三不能穿紫色衣服 除了金色和红色以外 在清明节扫墓这天还不能穿紫色的衣服 紫色的衣服和红色的衣服 合称大红大紫的衣服 既然红色不能在清明节的时候穿 那么紫色的自然也是不合适的 如果在清明节穿紫色的衣服 也可能会增加一个人倒霉的几率 这样一来 其在清明节之后 就可能会有很多病痛或者倒霉的问题 扫墓时往往要为坟墓陪土 修缮劳作 如果穿得太多太繁杂 做起事情来可能会不够灵活 动作别扭 价值木地会有生长的酸枣树木 葛针等等植物 很扎人 故而不宜穿很贵重的服装 而当坟墓修缮结束 要摆上祭品 燃香 小辈要为顽固之人跪下磕头 女性穿着裙子之类的也会很别扭 行动不方便 另外 清明节这一天 在爬山祭祖或登山远祖的时候 由于高地湿气重 加上很多动物去世后 尸体腐化于此 无形中强化了负面磁场 这个时候 就会有许多的脏东西出现 因此 这天就不能够买新鞋 因为鞋通鞋 如果买了 很可能会沾染到邪气 这样就会影响到自己的运势发展 此外还有些暧昧的人 可能就会穿一些不合十一的鞋子 其实一般来说 场所都在郊区或者山上 穿着不适合的鞋子 只会给自己平添烦恼 也存在安全隐患 因此 运动鞋和平底鞋是首选 二 清明佩戴什么除杀气 因为清明节是祭祀 逝去亲人和先祖的节日 人们在这天 纷纷都会选择去扫墓击败 因此 也有人认为 这天是鬼节 阴气煞气都很重 去祭扫的人身上 都会沾染阴血之物 所以需要格外注意 那么清明节出门 带什么避邪 第一个是玉石 古人相信 玉具有灵性 又有人养玉三年 玉养人一生的说法 民间男女相信 玉能养生 护身 定精 避凶 安家 虚邪 令人如意吉祥 平安顺利 所以 不管是玉八卦 玉平安寇 玉佛手 玉佛等 能帮助佩戴者避邪化小人 虚己避凶 比如翡翠 翡翠被人们 誉为玉石之王 不仅寓意吉祥美好 还有着很好的养生效果 而且人们认为 翡翠是有灵性的玉石 可以对主人 起到护身 宝平安的作用 第二个是灵福 福 种类众多 依其愿之易去 而有各种差别 而其作用也多 可除恶难 水难 火难 安缠等 辟邪多取护身符 护身之灵符 又作护符 神符 灵符 密符 集书写佛 菩萨 诸天 鬼神等之形象 种子 真言之复杂 将置之于贴身处 起到辟邪招财的作用 第三个是大米 至今 闽西克家还流传着用大米曲鞋的做法 就是用红纸或红布包住大米 黑豆 茶叶 盐和铜钱 然后放在枕头下面 那么就不会再做噩梦 当人们出门的时候 可以将米缝在红色的井囊中随身携带 起到辟邪的效果 第四个是狗牙 狗牙可以辟邪算是历史悠久的一种说法 民间认为狗在夜间一只狂飞 肯定是看到人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但狗能保身而退 又有话说狗胸部牙鬼怕七分 所以狗牙具有辟邪作用 民间有把狗牙钻个小口 然后用红绳穿上 做成项链或者脚链佩戴的风俗 认为这方法用来辟邪还是很好用的 第五个是银式 它们有杀菌消毒的功效 而且颜色清淡低调 不会过于抢眼 除此之外 它还有着银防止经济 出邪气的作用 在清明扫墓知识佩戴 既不会不合时宜 也不会对自己造成影响 第六个是紫檀 自古就有神木之称 经常被用来做佛珠的材料 后来才慢慢演变为文丸食品 长期佩戴紫檀 也可辟邪保平安 三 不要佩戴这些配饰扫墓 除了上述所言的饰品之外 还有着一些饰品 也是不能乱戴的 不然会损害宝石 严重的还会影响自己的气韵问题 第一个不能戴红色珠宝 比如红壁玺 红宝石 十六石 红纹石 南红玛瑙之类的 虽然这些红色宝石 有着具备提升气血的作用 但是在清明这样的节气 就不是很合时宜了 因为清明节阴气较重 如果戴了容易影响宝石问题 记得有一年家里人去扫墓 表姐就忘记将自己的红宝石给摘了 就这样去扫墓 没想到那天下午正在扫墓时 宝石就有些暗沉 到了晚上 表姐还一直在做噩梦 给家里的老人说了之后 老人就建议扫墓不要戴 于是第二天又去扫墓时 表姐这才把这个配饰给摘了 宝石才再一次恢复光泽 第二个不能戴紫色珠宝 比如紫罗兰翡翠 紫玉髓 茶罗石 苏济石 紫水晶之类的 在中国传统中 紫色是非常尊贵的颜色 也总是被看作帝王之气 能够震慑四方 这样看来 平时佩戴能量大 可是清明祭祀的时候 最好还是不要戴在身上了 第三个是黑药石 佛教中将黑药石称为黑金刚武士 使辟邪圣品 能量很大 在扫墓祭祀的时候 还是不要佩戴为好 第四个太经 太经是发经的一种 由于产量稀少 品相又好 因而被称为水晶之罪 据说太经功能强劲 甚至有些霸道 虽然有极强的护身作用 却与红紫宝石一样 不宜清明祭祖佩戴 第四个是不能戴皮修 皮修是民间神话 传说中的一种凶猛神兽 因为吞万物而不屑 因此 皮修还有招财那宝的寓意 现在很多人喜欢戴皮修 其实就是想借助 皮修招财那宝的作用 而让自己的财运越来越广 但是在上坟时 却不能戴皮修 更不能戴玉皮修 因为皮修是神兽 会破坏到主人家的气场 戴皮修上坟 既不能起到招财那宝的作用 甚至还会导致自己的财路下滑 第五个是不戴陶木食品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佩戴用陶木制作而成的食品 尤其是男人和孩童 因为陶木有辟邪欺负的作用 男人戴陶木食品 有转运灵通的寓意 小孩子戴陶木食品 则有辟邪划杀的作用 但是当我们在清明节上坟时 却不能佩戴陶木食品 因为陶木有很强的辟邪作用 佩戴陶木上坟 会破坏坟墓周围的气场 从而影响全家人的运势 因此在清明上坟时 不能佩戴陶木食品 四 扫墓后一定要做的事 其次扫墓结束之后 除了上述不能做的事情之外 这几件事一定要做 因为可以帮助你积累好运 让你驱除身上的阴气 甚至还可以积累福报 第一件要做的就是 扫墓结束后 当日也应严肃 不能稀稀罕了 对于信佛的朋友来说 扫墓回城 最好一路持诵 心经或大悲咒 因为听闻持诵 大悲咒 可以灭除那一节重罪账难 获得一切安乐圆满 乃至成就无量功德山法 有一位网友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在清明结束之后 就念诵了大悲咒 整个人的感觉十分清爽 因为他在扫墓时一直郁郁寡欢 似乎是因为目的周围的阴气太重 情绪就受到了影响 甚至有时候还会听到有人在叫他 他觉得不安 于是他家里信佛的人就说念大悲咒 可以化解 没想到真的如此 第二件事情 是清明节祭祖扫墓 为适去的亲友念阿弥陀佛 或者做一些善事 如供灯 礼佛 诵经 念佛 宅僧 放生 施宿等 将功德回向给祖先 增加他们的福德善缘 帮助他们转生到善去 或如愿投生 第三件事情 就是佛教认为烧纸钱并不能利益亡者 只有亡者的亲属 诵经 布施念佛等的功德回向亡灵超度亡灵 才能真正利益亡者 请广作功德 念诵 不动 佛心咒 或 地藏菩萨 本愿经 再者是 纳摩阿弥陀佛 及观音心咒 回向吴使节来累劫父母师长 六亲眷属及冤亲债主 宿业消除 使者解脱轮回 生者平安喜乐 清明节大约始于周朝 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而清明节是祭祖以及扫墓的日子 也是一年一度 中国人对于自己先人表达敬意与感谢之意的节日 因此在这一天 一定要记得 老祖宗传下来的禁忌 对自己 对身边人 都是有好处的